虽然神槍手与志多新仍延续了港片 惯用的江湖仇杀情节 但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 意想不到的剧情变化 才是本片的最大卖点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 永远都给观众的悬念 不是演感情是一样 把所有里面都切开来给大家看 就比较要保密一点的演出 听了吴振宇的这番介绍 让人不免对片中 他和曾志伟 黄秋生 三大影帝 互标演技的场面充满期待 可没想到吴振宇却对影帝这个头衔 颇为反感 香港太过影帝了 就跟那个7-11一样多 总有一个在附近 只有一年人家给你一个木头 不是一生一世的荣誉 我就说好久没拿了 你还教我影帝 我的演技都退步了 不想和其他两位影帝标演技 但吴振宇却坚持地认为 傲造型方面自己还是胜任一筹 因为我天生是这样 他们要后天培养 所以曾志伟 黄秋生比较不识怪 因为我们慢慢要把他们投进 无论是标演技还是比造型 还是等到10月19日 神枪手和志多新在全国上映时 让观众来下个判断吧 新娱乐在线北京报道